腾讯体育7月29月序中超第14个比赛 喧哗主场迎战国安的比赛中 维世豪在捕虚的一次反击突破 被喧哗小将朱晨杰放倒 维世豪起身后表达不满 最终念念有词 今日 喧哗官方社交媒体 对维世豪进行了批评 喧哗官方表示 国安球员维世豪在我方一次正常的专输犯规后 对我俱乐部位满18岁的年轻球员朱晨杰 进行了恶劣的言语攻击 朱晨杰的冷静和职业避免了时代的失控 但维世豪的这种行为不该被纵容 在昨日的比赛中 比赛进行到50阶段 维世豪持球加速突破 被山花小将朱晨杰放倒 在起身后 维世豪对朱晨杰进行了言语上的攻击 险些引发了两方的冲突 今日 山花在自己的官方媒体上写道 在昨晚进行的上海绿地生花为战北京中和国安的中超联赛中 当全场比赛临近结束之时 国安球员维世豪在我方一次正常的战术犯规后 对我俱乐部位满18岁的年轻球员朱晨杰进行了恶劣的言语攻击 朱晨杰的冷静和职业避免了时态的失控 但为世豪的这种行为不该被纵容 此外 在中国足协大力提倡 提升比赛近时间的形势下 场上多次出现了对手在比分领先情况下 故意拖延比赛时间的行为 严重影响到了比赛的流畅进行 研发了现场收迷的不满师生 良好的赛峰和流畅的比赛是职业联赛的根基 卧拒了不将进一步加强对于球员的思想 教育 在球场上更好的控制情绪 保持克制 一起为提升中超联赛的观赏性和流畅性而努力 ZN的也则声明 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